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今天是2024年5月2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遞的时间 今天的标题就是炒家断臂 我们经常在投资学上 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装士断臂 譬如你买一只股票 真的,那小子不就 真的要输少就当赢了 那我们叫做装士断臂 炒家断臂是什么意思呢? 炒家一直以为自己在赚钱 原来自己在赚钱 快快脱了,断臂了 免得火烧身 而今天除了波叔家族之外 还有三个炒家 都要装士断臂 都输得大大 很惊讶炒家的钱 很简单 很简单,就是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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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的支持 早几天我不是说过 波叔的酒店很难卖 原因就是人家买回来不知做什么 但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卖 为什么要卖呢?便宜 波叔竟舍便可以卖得到 我们现在看看他如何便宜 铺云邓成波家族 最新以2.2亿 就沽出了长沙环的 旭日雅捷酒店 平均每一间房价 作价185万 其实很便宜 因为以前的酒店 每一间房价都说 要300万 400万 现在185万 真的便宜了 我们看看每一尺多少钱 以酒店的总流面 就是3.87万平方尺计算 即每一尺 只是5,676元 是不是很便宜? 5,000多元 据当时了解 这一间酒店 是在2023年6月才推出放售 当时市值大约4.1亿 即去年6月 都估计有4.1亿 现在只要买多少? 2.2亿 所以大家是不是说便宜? 便宜了 雅捷酒店 为了长沙环永康街 前身在1997年落成 21层高的商下 波叔竟舍买回来 这间酒店 改建 也要改建几千万 波叔在2012年 是2.18亿的商下 之后便改建酒店 今次是2.2亿 即账面上 赚了200万 我们不要算其他洗费 我们赚了装修费 都死了 因为装修费 由商下 回到酒店 你没有几千万 你都搞不定 我便不要算离印 私费 我只算装修费 他都输了几千万 这间酒店的奇地 是什么呢 他买回来之后 装修何时开业呢 2022年才开业呢 2022年才开业 搞了整十年 好了 装修完之后 装修完便是财困 财困便拿出来买 就这么简单 大家有没有发觉 最近那些什么 叫什么默默 那些 每个都有问题 例如泡黄 波叔 李永铃有问题 豪宅袋大黄 以前是什么 徐感超 又出问题 然后是什么 池袋大黄 小巴大黄 总之 那黄字 是不是吃不起黄字呢 那黄字 真的要九五支 才可以叫做黄 近两年 商下供应太多 而且空置率 亦都非常高 所以商下跌势很凌厉 其实 连资深投资者 都会输 今天资深投资者 就是盧华 他早前是买了 星光行一个单位 刚刚以这个五千九百七十万 就逆手了 平均的赤价跌到一万元左右 那他输了多少钱呢 就输了三成走 今次他买这个五千六百多万 只是买了十二楼的八室至十四室 当年他买回来 就是向日资玩具商的Tommy 买回来的 当时是买了十二楼的七室至十六A 换句话说 他买了一部分 如果我们要看看 究竟他输了多少 我们要看看赤价 他买回来的赤价是15,000 现在卖出来的赤价是10,000 即是输了五千元 即是输了三分之一 他卖了旁边那几间 是优质 还是卖不去 应该是猪头骨 因为现在人们卖东西 一定是先卖好位置 那猪头骨就难卖 这些猪头骨 应该会跌破 就是1万元 报纸说 卖出这些猪头骨是有海景的 换句话说 卖不出那些 就没有海景了 如果现在只剩下 没有海景这一批 应该很难卖 也可能 七八千 可能有观众 不知卖卖是什么人 卖卖也叫做 湯铺大王 我们常常叫 又有个王子 又是出产的王子 他专门发展一些 舊楼 专门收购舊区 有时卖给发展商 有时自己建 他发展过什么呢 就是AVA系列 最出名的是 深水埗的AVA AVA 228 为什么出名呢 因为实用只有129尺 早前 刘军有个尖沙座的店 他买回来就3亿 他说 以向价要收2亿才卖 我当时已经说 一定卖不到 起码输一半 今次差不多输一半 今次他只卖了1亿3亿 即账面输了57% 他的店铺的地址在哪里呢 在尖沙座海防度 32至34号 寶峰大厦地下 D号的店铺 是任何一个角楼 地铺面积有830尺 角楼面积也是830尺 买家是哪个呢 买家就是李文化工的主席 现在刘军这个店铺 目前由这间时装店成租 每个月租金是25万 租期到明年的3月 期后可以加到27万 到时才算 如果以现在的25万的月租 计算是1.36亿成交价 室买家只有2.3厘 非常之低 2.3厘 那些人以前是这样的 一瓶养三袋 现在一瓶养三袋 差不多 被你养了 买一瓶养 你看现在波叔的儿子多疼 今天说第四个单位 不是瓶养 也不是酒店 那是什么呢 就是豪宅 为什么我特意拿出去说 因为吃得厉害 现在看看 豪宅市场出现大幅的涉样个案 由尤加利建设旗下的半新本 北架山提山一火的洋房 最新是1.4亿 就区价沽出 赤价只有49,000多元 这个业主 两年前是以1.81亿的一手码 今次就惨输多少钱 4,100万厘 可以足够买5间太古城的两房 旅房执王 提山的业主输4,000多元 就够买5间 汪山输4,000-5,000万 足够买6间太古城的两房执王 相信他的名主 真的输得贪贪腰 他经常说 自己不买就不输 不可以这么说 精神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他出门 真的很好笑 就说现在的楼市 现在的问题 只是表面性 哈哈哈 什么叫表面性 真的笑死人 其实不是我笑他 其实网民笑他更厉害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我找一集 汪山最近出过一篇文 什么 楼市表面性 网民怎么笑他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留言 就告诉我 如果是观众多想听 我就开一集 去过一篇文 真是笑死人 是非常好笑的 我们先看看汪山的新闻 市场消息指出 上述汪山的单号洋房 上面租是2846尺 是幅式积架 四房三套的间隔 还有一个平台是118尺 花园有1000尺 还有天台也有941尺 这个业主去年已经想叫房 当时叫多少 想叫2.25亿房盘 但一直没人问 这么贵 终于便宜到1.4億 便和你买了 累计的砌价 8500万 或者37.7% 据资源源主 在2022年初 是以1.81亿 入市 今天是持货2年 今次转手 帐账面 就输了4100万 还未计算那些离引费 离引费 离引费也大麻烦 离引费 你亿多离引费 你都差不多1000万 这个单位其来 贬值了22.6% 参考泰古城的屋苑 最近是以818万 就一个两房侧王 如果以这个价钱 这样的价幅 其实可以买 寫五间 如果你计算费引费 可以买六间 现在的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豪宅 铺位 商下 就大麻烦 你越大费 越贵 就越大麻烦 今次我不是冤枉汪先生 他说 楼界是表面不振的 不知道什么是表面 什么是里面 如果大家想 我开一集一说一说 这个问题 我会跟你说 和网民怎样笑 真是很过人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我说的 就在下面留言 如果多的话 我会开一集说 如果少的话 就不说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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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